我们来看这个是典型的夫妻相 夫妻相讲究阴阳平衡 男女要互补 那么男主的脸型偏方 女主脸型偏圆 方和圆结合在一起 是一种典型的相格互补 也是阴阳平衡的一种 女性一般比较适合偏圆形脸 男性比较适合方形脸 方形脸的人 再加上五官 轮廓比较明显 是典型的偏筋骨质的人 方形执行能力也比较强 做事有意地能坚持不服输 比较适合在外面 事业闯荡 还是外面创业都好 在外面发展 女主比较适合 脸型偏圆 个性也是偏温和 温和有理娴熟 比较适合在家里面 处理一些婆媳关系 或者是子女抚养 还有亲戚邻里的关系 比较适合处理这方面的关系 是典型的一种男主外 女主内的一种面向组合 那么另外从五官具体来看的话 男主眉骨有点太强 有点压眼 再加上眉毛也轻了印堂 做事有些固扬 放不开手脚 而且山根的弱矮说明 在青年时期容易动荡 这方面的特质 是相格的缺陷 但是女主就能够弥补缺陷 女主美眼之间 非常的开阔 印堂也是饱满开阔 山根饱满有力 美眼之间的田载工也是饱满 所以说从相格来讲 女主思维格局开阔 拿得起放得下 做事不是那么急躁 也没有那么强势 能进能退 这对男主的相格 是进行一个互补 同时从笔子来看也是如此 男主是典型的鲜漏笔 女主是典型的阴沟笔 比较精明 笔翼有收 能够婚后掌管家财 是非常适合的 而男主钱财千万不能放太多 放在身上 容易漏财 那么这种人为人比较慷慨 大方 比较适合在外面 结交朋友或者事业上的伙伴 比较大气慷慨 所以说比较适合在外面扩展人脉 当然如果是凡事过犹不及 所以这种人也容易漏财 漏财 漏财就需要这个项刻来互补 所以说男女双方互补的原因也在这里 就是说从各方面的一些因素来看 都是有互补的一种特点 我们看法令文 女主法令文也是比较均衡 比较对称 男主相反了 那么奴补工来讲也是 男主奴补工也偏弱些 女主的奴补工比较饱满 那么从嘴唇来讲也是 男主嘴唇外线厚 不善口才 但是物欲也比较重 就是爱花销 和鼻孔漏可以联系来看 女主相反了 双唇紧闭 能进能退 而且阔而有收 就是能够有些诚服和耐心 能够别人说的一些事情 他不会马上说出去 能够保守秘密 是一个非常适合倾听的人 也是别人很喜欢 跟他能够放心的 把一些事情交给他 其实男主需要 这是男主的相格的缺陷 这是女主的相格的优点 整体来讲 男主的相格要稍差于女主 所以说取到这样的老婆的话 是非常的有福气